通常我自己跟病人讲 就是说最简单的几个准则 第一个就是说你讲过 你如果不要急 你很很我们台语讲很很 你突然想想不起来 这很正常 但是过一会儿 他自己都会跑出来 这种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你如果是失智症的人 你想了他其实也是想不起来 怎么想都想不起来 所以他会拿过去的东西来填打 所以你只要待会儿 可以想得起来 这个就没问题 健康资讯众说 分云什么才对 不妨聆听梁依的观点 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依 欢迎收听健康问梁依 我是主持人梁依健康网的编辑陈婉欣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哲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 是你我未来的事 就是失智症 它很严重吗 它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今天邀请专家 来跟我们说分明 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 国泰综合医院 精神科主任及主治医师 同时也是台湾老年精神医学会的常务理事 张景瑞医师 欢迎 婉仙好 周浩好 还有各位健康问梁依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张景瑞医师 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失忆 就是记忆力不好 然后可能忘东忘西 然后有些人可能开始会起疑心 有人偷他东西 等等这些情况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其他几种 几大类的失智症 其他症状都不一样 像第二常见的血管性的失智症 他有时候出现的 他就是顾名失忆 你就知道他很多是中风之后 变成失智 或者是他血管阻塞造成失智 所以他有时候出现的是反应很迟钝 就是不太讲话 看起来像忧郁症一样 那有些病人就是很明显手脚不能动 所以你就知道 他手脚不能动 然后脑部也跟着退化 那还有像路易体失智症 跟巴金斯的失智症 那个是很明显 大家知道像巴金森的人 手脚会发抖 然后身体会很僵硬 然后那种的失智症 最特别的是 很多会出现失幻觉 像我们前一阵子 收住院的病人 后来他就觉得家里的东西都变成人 然后在家里 像游魂一样要抓他 他怕到不行 所以就跑来住院 好像类似像这种情况 那就路易体失智症 或者是巴金森的失智症 那个就是会以动作障碍 还有以失幻觉为主 那最后一个比较常见的是 额孽业失智症 那个是年轻型的失智症 刚才讲说65岁以上占9成6 表示还有4%的人的失智症 是65岁以前发病的 这里面呢 第二多的 第一多还是阿兹海默 年轻型的失智症 第二多的就是这个额孽业 这种人比较不幸 都是在50几岁发病 那他的症状看起来 就会很像我们精神科的病人 可能买东西啦 可能重复洗手啦 然后呢 出现一些很奇怪的 不得体的 人家家里上市 他说这人死得好 类似这种很不得体的 这种很奇怪的行为 但是他又很年轻 所以带来如果没有经验的医生 就会误诊了 就会以为他是精神病发重 所以这四大类是 我们现在看到最常见的 所以你说 失智症有没有统一的症状 其实没有啦 所以一般人以为记忆力不好 那个其实只是 其中一个 阿兹海默症里面最常见的 其他几种都不是记忆力不好 反正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对啊 因为像其实我们上班族很常遇到 也不是说上班族 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说 我刚刚去可能去厕所 洗手好了 但我到了厕所前 我就忘记我刚刚要干嘛 这种状况 那这样是不是算是 年轻型失智症 还是什么状况 这种叫做健忘 这个不叫做失忆 失忆是严重的是说 你连过去做过的事情 你都忘掉 那我们失智症的病人 比较常见的是 过去的事情他记得很清楚 所以最近的事情都忘掉 所以反而是因为 最近事情忘掉 所以他一直跟你讲 过去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家里面的人 很痛苦 就是这个原因 那至于主持人刚才讲的 就是说 我要去做什么事情 我要去讲什么话 突然到了嘴巴 那个东西就不见了 或者到了前面 到了冰箱前面 我来这边干嘛 对不对 但是这种呢 是我们正常的 不一定是老话 正常人 其实就是会有 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 那个脑部里面 你要去抓取的时候 各位可以想一个东西嘛 我们大脑里面的记忆库 塞了很多东西 就跟你电脑塞了很多东西 你要突然去找到他 你总是要一些时间吧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暂停 有时候你就是 要找他 一下你找不出来 暂停一下 过一会儿 有时候他就跑出来 大脑 那有点当机 然后这个部分 其实跟记忆力的关系 是比较不大 他主要是跟认知 执行功能 就是我要计划要做什么 我要讲什么 比较有关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记忆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大部分人都以为 这个叫做记忆力不好 对啊 大家都很怕 对啊 想说我是不是吃资症 对啊 不会啦 这个正常人 二十几岁以后就开始了 现在大家如果天天玩手机 熬夜的话 这个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现在政府在推长照 然后在很多的地方 社区都会部件很多的据点 大家可能听过长照的ABC等等 对 那有些地方呢 还有一些是居服员 就是说到家里来照顾你的 对 那通常呢 他们就会有 各县市的要求 稍微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看他的人力啊 他可能要求说 你譬如说CDR是几分以上 对 医生要开一个证明 说他确实是轻度的 然后这个就CDR几分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字 CDR的全名是 临床失智症量表 他指的一般是 一算是轻度 二算中度 三以上算重度 那还有一个0.5 0.5就是疑似失智 或者是我们讲另外一种状况 就是轻度的认知退化 那这群人呢 就是他比 一般的老化 严重 但是你去做 请他来医院做这些测验 做出来 他可能都正常 所以他还没有到 失智症程度 但是他确实 已经功能有一点减损 有一点退化 这个叫做MCI 叫轻度的退化 这个时候CDR也会0.5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复健的立场 想你也知道吗 越早复健效果越好 所以一定是0.5或1的这个层级 来接受复健 接受这个 像譬如说到据点去服务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现在的目前情况就是在这个部分常常家属会给我们要求 但是调诡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来我们精神科看的病人 里面很多家属带来是疑心病很重 怀疑家人偷他东西 怀疑外劳偷他东西 怀疑邻居讲他坏话 然后呢有些甚至出现幻听 所以行为非常混乱 或者是很固执 每天跑出去外面乱跑 然后也不管别人 都讲不听 甚至去超商拿人家的东西不付钱 都类似这种奇奇怪的事情 家属觉得很混乱 但是来做测验 很好 所以呢我们开的证明 0.5或者是1 最多是轻度 家属常常说他乱成这样 你怎么给我轻度呢 你要给我重度吧 这个就是要澄清大家一个误解 就是现在我们临床失智症量表分的那个等级 是根据他的认知功能 他的记忆力 他的判断力这边的退化 但是他的精神症状 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可以讨论到 就是我们科的主没有的问题 就是精神症状那个行为的那个问题 其实是跟那个不相干 你可以想想看嘛 到重度的病人 连吃东西都需要人家照顾 那个乱不太起来 因为那个不太可能乱跑了 反正最乱的是轻度的 对不对 因为最乱他手脚灵活 而且他没有病逝感 他觉得我好的很 甚至还开车 我最近就已经碰到三件出车祸的 对我们的老人家去开车 其实家属把他抓来 因为警察逼他说 你要去做检查 他是不是失智证 要不然我们就要给你开罚单 或者是送罚班 来当然都是 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在这个等级上面 可能要给大家澄清一下 这中间的一些误解的地方 因为2020年有一篇 在英国的赤裸针的杂志上面发表 就是说有12个 可控因子 可控 可修正的危险因子 可预防了将近四成的失智症退化 因为各位如果兴趣秩序找一下 我大概都很找得到 但是主持人刚才点出最重要的几项 也是我都跟病人讲 第一个就是三高 因为他里面 12个里面就包括了 高血压 高血血糖糖尿病的控制 这几个还有高血脂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就是 对心脏好的对你的脑也好 你可以像我们身体 最重要两个器官 就是脑子跟心脏 心脏没有了 你命都没有了 脑子没有了 你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最重要 所以心脏顾好 对脑子就好 所以三高一定要能够预防 那这个是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这几年来比较新的发现是听力 就知道说 听力不好的人 其实也会影响失智 各位去想想看 可以理解吗 听力不好的人 他会觉得 跟别人的沟通有障碍 所以会有心理障碍 他就会躲在家里 都不出去 那不出去以后呢 第一个他疑神疑鬼 机会就大了 再来呢 他就是很多 包括电视 包括什么新的事迹 不会进来 所以他脑子里面 没有新的东西 永远都是旧的 所以他当然很容易退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鼓励长者 就是该带注听器的要带 但是我的经验在台湾 蛮困难的 现在还是吗 还是 你虽然现在的注听器 比以前进步很多 但是老年人很省钱 都觉得说 那个注听器好的 就是三几万 他都要省钱 都要省 其实家属都觉得 哎呦 这个差很多 但是问题是 他就是不带 有的是舍不得 怕说十几万的东西 万一丢了 弄坏怎么办 所以你知道台湾的老年人 有时候蛮可爱的 就是说 真的是我们也没办法讲 那第三个是酒精 酒精的好玩是在于说 一般来讲 适量的酒 其实是反而有助于 大脑认知功能的 适量的酒 但是太多酒饮 会变成另外一种的 酒精性的失智症 酒精性失智症 对对对 就是喝酒的人 喝到最后也 很多都会变成失智症 对大脑也会退化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类 所以酒是适当就好了 基本上 我们是不太鼓励 那对我们精神科来讲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就是忧郁症 尤其是老年的忧郁症 因为现在都很清楚知道 老年忧郁症 后来是变成失智症的 很重要的危险因子 所以老年忧郁症 还是建议积极的治疗 然后能够让他早一点好 大概就讲这几个就好了 其他各位去参考一下 不想做过精彩内容吗 欢迎订阅梁症健康 网YouTube频道 他可以搜寻健康问梁症 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 拜拜